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有些女孩子喜欢爱美 爱美就买这个唇膏 为了掩饰自己嘴上的唇纹 那么唇纹,我们看这个唇纹大概是什么样子 你看,它是这样束的 特别是在嘴唇比较没有涂口红的情况下 它有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束纹 那么这种唇纹在面向的角度来讲到底好不好呢 我们首先看,如果是唇上没有纹的人 心性不良,为人比较容易自满自负,个性挑剔 对他人常有不满之心 这样的人缺乏爱心 更有甚者会落到年老比较孤苦的这种情况 那么有唇纹 当然这个也要看什么纹 要看什么样的唇上的纹路 一般来讲,纹路呢,要这个名秀深细 人呢,聪明人厚,一路丰盛 那么如果是纹路粗浅不秀的话 那么福气比较薄啊 这个淡薄,需要经历更多的辛苦才能有所收获 那么口红呢,其实为了掩盖这个唇纹呢 从现在的生活来讲啊,对运势的影响倒不大 唇部呢,其实在项目来讲啊 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部位 一般大家都知道,富贵看额头 财富看鼻子,个性看眉毛 智慧看耳朵,事业看尘骨 人际交往的看下巴 唇部呢,似乎是不是什么重要的部位 其实一直很少讲嘛 其实不然啊,人体从头到脚啊 面向、生向到行为之向 每一处都值得研究啊 这个我们从生活经验来看到啊 唇部在长时间干燥缺乏护理的情况下 会导致这个出一些纹路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干啊,裂啊 这样的情况 唇纹呢,多半是粗浅杂乱 啊,这样的,这样这个干燥导致这种唇纹呢 是干燥,比较杂乱,比较粗浅不一的啊 这不,不注意护理的情况 有些人到了一定年纪啊 这个既是唇部保养的好 也会有纹路 这些纹路呢,就是先天性的啊 就是你自己再怎么去涂口红 怎么保养,它都是有一些纹路的 这种是先天性的啊 跟遗传有关系 对于这类唇纹呢 大家可以这个根据上面前面讲到的这个唇纹呢 一些比较啊 这个粗浅一致啊 比较这个有条理的啊 比较有这个规则的这种纹路呢 才会体现出这种暗心啊 充满这个跟福气呢 也是非常沾边啊 那么如果是说刚才讲的 前面讲的比较乱 规则 这个没有规则啊 比较乱的话 那么这种纹路呢 是容易这个 跟福泽比较没有缘分啊 所以说这个纯纹 这个是很少讲到的一个话题就聊到这里啊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